好的 現在李鴻 我們先看到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她現在出面解釋她領18%的事情 我們趕快來看看 近來社會討論非常多的 關於公務人員退休的計算方式 尤其是18%的議題 是大家所注目的焦點 過去兩天突然把焦點放在我身上 我也覺得說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表達我們這個等個黨的立場 還有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採取的立場 那我首先要說明的是說 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說 我個人其實也有公教背景 我長期擔任國立大學的教授 也擔任過質問五萬 所以我累積了將近20年的致力 所以我在離開路委會主委的時候 辦理退休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還會再續人工資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我就辦理退休了 那所以我是在2014年辦理退休 那我是有領這個 我沒有領月退縫 我是一次 一次結清 我沒有領月退縫 那按照當時的規定 我是可以以這個優惠利率來領取 每個月大概六萬餘 那我所有的退休大概就只有這一筆的支付 那麼第二我要再跟各位說明 就是說我擔任民進黨黨主席 那也擔任民進黨的政務官 那我深信的價值跟我的很多的黨的支持者 的價值是一樣的 我們很多的支持者都是社會的相對的弱勢 而且也有很多人他是特別特別關切社會的貧窮 跟公平分配正義的問題 這都是民進黨不變的價值 也是我的堅信的價值 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有一個全面的照養制度 有一個全面的社會的福利制度 來讓整個社會都能夠有一個均衡的照養的機會 那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進行這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 那麼在那個時候的嘲笑也大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去降低的這個替代率 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那麼也在一段時間在民國一百一十幾年之前 我們會整體替這個國家減好幾千億的支出 那我們也一直認為這是一個要不斷持續改革的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後面接手的政府 也就是現在的馬政府可以持續的改革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馬政府沒有持續改革 而且反而有倒退的現象 那麼這一點是讓我們感到遺憾 那有些人會質疑是不是 我自己是公教人員 又是作為一個關懷弱勢的政黨的主席 是不是角色有衝突 我跟各位報告角色沒有衝突 那反而讓我更了解 我們整個公教退休體制的問題 那也更能夠了解整個社會 是怎麼樣以一個公平分配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我們沒有否定公教人員或者是在這個社會上 在政府服務的人或者在教育屆服務的人 他退休之後一定要有一定的退休的照顧的制度 但是這個制度必須要合理 這個制度也必須要顧及到社會的整體的公平性 那我們相信的是制度是需要改革的 那作為一個執政者 是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來改革這個制度 讓這個制度能夠符合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 那這個執政者也應該要強化這種非公教體系的 社會福利照養跟退休制度的建立 讓整體的社會的這種退休的制度 跟福利照養的制度能夠達到一個平衡 作為一個執政者如果做不到這個 這個社會一定會走向對立 這個社會一定是紛擾 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這種情況 那當社會快要發生對立 社會有紛擾的時候 把這個箭頭指向在這個制度裡面的某幾個個人 這是政治操作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政府感到非常的失望 就是說它應該所演於制度面的改革 它應該所演於改善其他部門的需要受到照顧人 他們的福利照養 那我們看不到它拿出全盤性的公交催修制度的 持續的改革的方案 也更看不到對其他的社會部門 他應該提出的照樣的計畫 我們現在看到是一個沒有政策 沒有對策的執政黨 但是他只是把這個貓頭正向 對於個別的人做政治的操弄 這是讓我們感到非常非常失望 那我也要在這裡呼籲 在我們的社會裡很多人跟我有一樣的背景 也就是他是公教人員的背景 但是他也關懷社會弱勢 也關切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跟我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改革這個制度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在於誰領了多少 或誰領誰沒有領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於制度是不是合理 一個合理的制度下 每一個人去領受的這些體負 其實是一個讓大家最期待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去用一個泛道德的觀念 來看誰領或誰沒有領的問題 我們應該著眼聚焦在制度面的改革上面 而這個制度的改革必須是一個執政者 他必須要擔任的一個責任 那麼第二點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的是說 不管是18%的這個制度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公教退休制度也好 我們看到的這個相對的我們在考慮這個公平正義的觀念 其實它是一個動態的觀念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環境在變遷中 那我們也應該在變遷中的環境 去改變這個制度 去改進這個制度 讓這個制度能夠因為時間的時空環境的轉變 而能夠在每一個時期都符合當時社會的公平正義的要求 那我們的18%的制度 或者是現在很多的退休制度的這個設計上 其實是在一個利率相對比較高的時代 而且公教人員的這個薪資是相對於社會其他部門來講 是相對比較低的時代 但是這兩個條件今天已經都不存在 那我們必須要來考慮要做適當的調整 讓整個制度從公平分配的角度來講 更合理化 而不是去相互的指責 那甚至於污名化 每一個在這個制度裡面受到適用的人 那我剛才也講過 我現在很希望就是說 跟我有很多一樣背景的人 也就是說有公教背景 而且關心社會的公平正義的 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改革 就是因為我們是在制度裡面的人 我們會更有正當性來呼籲改革 來發動改革 那我們一起來做改革的事情 那麼至於改革的方向 我們在過去的一兩個禮拜以來 我們的中央黨部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民進黨黨團也好 都提出了很多的方案 那大體上不脫下面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這個利率的18%的問題 我們覺得這個優惠利率是必須要合理化 讓它更符合我們現在的這個利率的這個情況 也能夠更符合我們現在社會整體的貧富差距 跟相對剝奪感的這種感覺 那麼第二 我們希望這個替代率在我們的執政時代 已經把它降到95% 為上限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再符合一般的公平正義的期待 尤其是在主要國家的替代率 其實都低於這個數字很多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替代率不改變的話 那限職人員跟退休人員領的錢其實是一樣 那麼對整個社會的這種公平的感受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替代率要持續的下降 那讓整個在整個的這個退休的制度裡面 能夠有這種限職跟退職的這種適當的分別 那麼第三個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優惠存款利率 也就是現在的所謂的18% 應該有上限 那麼讓這個領取能夠受一定的上限的約束 而不是把這個以現在的薪資的水準沒有限制的這個適用 那也就是說造成我們看到的 有一些薪資較高的人 他的退休的疾養也變成相對的比較高 也就是所謂的肥高官的這個問題 除了這三個 也就是說利率合理化 替代率過高跟優惠存款 應該有上限這三個層面之外 我們還特別特別要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對於國民黨把黨職並公職的這一個做法是非常有意見 我們也希望能夠改革 那麼另外 我們也要政府提出來一個有效降低國庫財政支出的方案 那我剛才講過在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方案可以降低好幾千億的國庫的支出 那我們也希望馬政府能夠提出一個持續降低財政支出的一個方法 讓整個退休的制度跟退休的以後的疾養的制度 不會造成國家財政上過度的負擔 造成這個世代的公平的差異的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我們過去長期以來的主張 也是過去幾個禮拜我們的支持者一旦一直要求 而我們民進黨的中央黨部也好跟黨團一再的要求 我在這裡再強調你 這個問題不是個案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一個制度面要全面思考的問題 那這次執政者應該要挑起最大責任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在民進黨黨中央這邊呢 黨主席蔡英文她出來表達有關於18%的這個事情 她的看法 她特別是講到說她現在的角色並沒有衝突 因為她會更了解有關於公平性的問題 她也說呢 執政者重視這個除了公教之外 福利照樣制度 這樣子才不會讓社會對立 但現在對立當中指向某幾個人 她覺得是政治的操作 所以她覺得說現在執政黨沒有對策又沒有政策 讓她覺得非常的失望 她也特別說不需要去用範道德的事情來看18% 也不需要互相取責或是污名化18% 這是我們看到的最新消息